大家好,我是西瓜 善泽妍男是个很有性格的脚本师 时而离谱的上天 时而悲惨的不行 今天说的是一个她生涯里 比较严肃和严谨的作品 完全无误犯罪之谜 这天一个美女制片人来到事务所 想邀请毛利为她们节目做功课 美女名叫阿美 手下有一套节目叫名侦探监睦 这是一个更新了五年之久的侦探剧 由三位编剧轮流操刀撰写剧本 一周为观众贡献一个或精彩或无聊的案件 这不就是柯南现状 原著内容寥寥无几 靠几个原创编剧轮流顶上 阿美表示虽然节目还不错 但毕竟更新了五年 故事题材和手法都已经没有存获 幸好听说这里有个名侦探 半年经历的案子 比他们五年来撰写的多多 案子的质量比他们润色后的都要狗血 所以想请名侦探去他们台里走一趟 给大家带点灵感 话说这句话诸语换成柯南也毫不突兀 这是柯南里的资深编剧 在以作品角色之口 抱怨名侦探柯南的现状啊 不过令我惊讶的是 原来柯南400多集时 对情暗示瓶颈 难怪一千集开始编剧直接疯了 柯南是名侦探金木的忠实粉丝 他表示据他的经验 这部作品每隔几集 就会出现一个观感贼好的案子 比如第52号密室 正是难以想象那间密室 没错 那是杀完人再盖上去的呀 凶手是先把房子吊起来 完事后又放回去的 当我看到他的吊车证时 我就明白了阴线 噗咚 而其他作品要么不如人意 要么就中归中矩 黑眼阿美惊呼表示 那确实是佳作 但是那是两年前播的 没想到小朋友小九年纪 就这么失货 而一想到可以看到推理故事的编剧 柯南要求同学 画面一转 爷俩已经来到电视台的大楼 但是来得太早 编剧们都还没到 想着一位编剧就姗姗来时 他的名字叫眼镜书 年房五十的他 有四十多年的经验 看起来有点盛气凌人 眼镜书来到了会议室 阿美和剩下的两位编剧 已经恭候多时 这位态度客气的年轻人 叫阿帅 他是三位编剧里最年轻的 看到前辈眼镜书 他殷勤相迎 却惨被无视 提了个冷屁屁 四人要先开个会 再会见毛利 但眼镜书一坐下 就说他要喝点啥 年轻的阿帅立刻stand up 说他去准备 于是眼镜书不客气的 点了个热咖啡 于是阿美和另一个编剧 飘哥也要了个一样的 阿帅殷勤跑腿 却并没有换来友好对待 钱就要刚走 眼镜书就不客气的 数落了起来 根本像个服务生啊 准备那些喝的 会比讨论事情还重要吗 是你自己插开话题 说要喝的呀 那个家伙还算是个编剧吗 飘哥说话中肯 可是他写的真的很不错呀 原来阿帅虽然年纪最小 却是三个人里写的最好的 但眼镜书仍要嘴硬 我不是在讲作品 是说平时应该有的态度了 像极了你极度一个人 又找不到黑点 只好硬黑的样子 说着还提议 把阿帅从这干出去 话音落下 阿帅就端来了饮品 三杯热咖啡 一杯他自己的水 然而刚递给阿美一杯 他就想起忘记加奶精了 又风风火火的跑了出去 这让眼镜书又找到了机会黑 飘哥把剩下的两杯咖啡 和眼镜书评分 然而这边刚多了一口 眼镜书那边就被咖啡堵住了嘴 噢 别轻 阿帅回来时 眼镜书已经没了声音 换咪转 等待出场的毛利 接到了阿美的电话 便惊讶地得知 她的工作换成了类型 经验回忆 变成了现场职业 毛利小作艳师 微胖的遗体上 一股杏仁味 沁仁心疲 木警官瞬间赶到 一阵检验后 果然在眼镜书的咖啡里 发现了情话物 这可能是一起商人事件 但只有眼镜书的背里有毒 这让毛利猜测 犯人是精准偷毒 指头眼镜书 送咖啡的是阿帅 他解释私人里 除了他喝茶水 其他三人每次都是喝热咖啡 而担任着断茶倒水的活 是因为自己还是个新人 所以就像勤快点 很奇怪吗 毛利无言一对 毕竟他的事务者 还要靠一个高中生 和一个小学生 断茶倒水 阿帅猜测 会不会那些杯子里 本来就有一个没了毒 只是眼镜书比较倒霉 正好中威 不会是写推理的 脑洞丰富 脑灰虎亲戚 可惜木警官这个人 比较任动机 画面一转 木警官和毛利 把美单独带到了小房间盘 二人直言 他们现在怀疑阿帅 目前看来 他是唯一有机会下毒的人 听言 柯南从门口探出了头 说那可是动机就没有 接着又仗着个子矮笑 而不是仗着毛利腿长 直接钻了进来 进解木木警官 他表示 难道阿帅和其他两个脚本师前辈 有什么矛盾 阿美面色为难 倒出了这部作品背后的纷争 原来 《明知难见目》的剧本 本来是由眼镜书和飘哥 两个人撰写 二人水平相当 菜德一样 所以也还和谐 后来新人阿帅突然以粉丝的身份 毛遂自荐 还奉上一份完成的剧本 高超的水平 一下子就戳中了阿美的心巴 阿帅朗档入职 而两位前辈中 飘哥对他赞誉有加 但眼镜书却态度恶劣 直接把讨厌写在了脸上 甚至实时提议 竹竹小子 阿美认为 飘哥虽然对新人的到来意见不大 但是压力还是有的 因为阿帅站稳脚跟后 曾跟阿美提出 加大自己的曝光率 多采纳自己的作品 这将是决定他未来的履历 毛利听出来了 这个死者果然跟阿帅颇有矛盾 柯南也暗叹 动机到手了 殊不知 阿人都掉进了凶手的陷阱 毛利掉得最深 当初要替木武警官抓人 只听过凭证据抓人 怎么还有凭动机抓人的 一招有罪推定 毛利气势逼人 可惜对手是个推力脚本师 流程比他还熟 阿帅真说 他理解毛利的怀疑 但是过程有问题 三杯咖啡 他拿给阿美一杯后 还剩两杯 他怎么肯定 眼睛书会从两杯一模一样的咖啡中 抽出有毒的那杯 要知道那时候他甚至冲去了 阿帅讲得透彻 讲出了柯南的疑惑 没错 要是他知道为什么 冲出去的就不会是毛利了 是被控制的毛利 毛利回到小房间思索 便很快又有了想法 真是比木武警官还敬业 再次来到会议室 毛利提出是白发的问题 阿帅把剩下的两杯咖啡并排放 没毒的对着飘哥 有毒的对着死者 只要阿人习惯性就进去 就能去到属于自己了 而且飘哥应该不会 抢在前辈之前拿咖啡吧 感动 毛利真是太努力了 然而事实不如人意 飘哥表示 虽然阿帅颇受排挤 但他和前辈 眼镜书的关系倒是很好 毕竟五年来都菜了一样 到哪去找这么志气相投的伙伴 看来我们这种 默默卷的阿帅 活该被排挤 所以当时飘哥直接就上手了 先拿了一杯咖啡 然后把远的那杯 推给了前辈 照你这么说的话 岂不是连我都有嫌疑了吗 你们真的关系很好吗 他刚刚死了耶 听言 阿帅也严肃了率脸 让毛利拿出手法再抓人 可怜的毛利大叔 这是木木警官的职务 何苦让你一直丢人 阿帅十分自信 然而正是自信出卖了他 看着他那充满挑衅的眼神 克南暗叹 这人就是凶手 没错了 确认过眼神 克南开始研究证明过程 问题就在于 如何把50%的几率 转化成100% 然而此时的木木警官 打起了退堂果 经过毛利的两轮拍数 他从陷入为主 已经开始忍不住 为阿帅洗白 克南也想不通 为时来找制作人阿美 阿美正对着 《明日战节目》的一篮表 面露遗憾 不知道这部作品 还能不能进去更 本想剪毛利以来 补充灵感 没想到去成了人家的素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个长寿的作品 有可能因为编剧被杀而断更 让克南完结的方法找到了 克南注意到了一篮表 提出想要看看 表上是《明日战节目》 每一集的片名和剪本师 感人啊 这个表 克南版的我也尝尝看 看着看着 克南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个表上 怎么大多是大和翁小的作品 这个表上 大部分集数 都出自眼镜书和飘格 只有少数作品是阿帅写的 频率大概是 没几集才有一部 然而阿帅的作品 却出彩的多 包括第52号《密室》等 各种让袭击 印象深刻的作品 基本都是阿帅的杰作 克南明白了 两位前辈是主要脚本师 而阿帅虽然满腹才华 却并没有多少发挥的余地 一时间 一个传心的动机浮出水面 他和之前推荐的动机有所雷同 却和杀人的手法 信息相关 严暗克南已经明白了一切 毛泥也大胆的再次出来丢人 只见大叔领着木木警官 又说他明白手法了 话没转 众人再次齐聚会议室 大叔拍恩而起 这次他一如既往自信 迟到这次的手法 我觉得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 要相信自己的运气 众人无言一对 木警官从桌子底下爬上来 妄图万尊 毛利老弟 你你你你 毛利你花第一谱性 但毛利认为自己有理有据 就像以前的那些手法 一个比一个神行 这一次 凶手也赌上了运气 只不过是50%的运气 他过周一致 就读眼镜书会中毒 而眼镜书也非常争气 而不是 也正好喝他意 一喝不起 阿帅先生 你就承认吧 你幽度的成分 听到名侦探无能乱吹 阿帅更得意了 甚至懒得回嘴 幸好这时 扑施 柯南阻止了毛利疯狂的行为 毛利一个pose 快睡着的阿美飘格 突然来了精神 说居然看到了 传说中的沉睡小偶狼 结果真是没有白醒 阿帅还没注意到局势的转变 仍一脸得意的嘲笑 毛利不成功变成人的理论 牧警官更是怒眼大脸 无敌自容 柯南小作安慰 便直言尽随 牧警官 尽管阿帅一直让我们交出手法 但其实这个案子 根本就没有手法 柯南表示 首先他要解释一下 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 柯南 来咯 哈 柯南无情送上了 名之探揭幕一蓝表 上面记住着一个残酷的职场现状 原来 难怪柯南觉得 该作品没企及 就会有一个特别好的案件 这是因为才华最为结束的阿帅 每个几集才有一个表现的机会 不他 只是因为他是新人 而这些阿帅执笔的优秀作品 无因例外 都有一个显著的特色 那就是手法特别大胆 杀人过程直接痛快 作者那无比自信和完美主义的秉性 简直悦然至上 铺满自理行间 这样一个凶手 怎么会采用几率只有50% 不成功变成人的杀人方法 反之 他是对自己的手法极其自信 认为时拿时尾 才会嚣张到 案发时直接离开现场 去拿故意忘记的奶精 理性看来 就仿佛眼镜叔 会不会选中有毒咖啡这件事 他根本不关心 我就直说了 其实你是认为 眼镜叔和飘哥 谁死都可以 你的目标限制于这两个人力 但并不固定 听眼 飘哥一阵后爬 反复确定 因为他觉得自己做人还行 木警官也怒掌见识 说哪有这么没道理的杀人计划 这是因为你太年轻 听到一清几后 你还能看到毫无道理的 出道计划 脱罪计划 想银行计划 创业计划 某些人的导动 就像太剧一样没有瓶颈 柯南解释 因为不管哪一个编剧去世 阿帅都能增加出场的频率 之前大家都过分专注 引进出排挤阿帅 这俗套的动机 谁还记得阿美说过 阿帅曾亲口要求 增加曝光率 他想写更多的剧本 这就是真正的动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一个连载剧集里 水平一般 却还有超高出场率的编剧 是会被选一个都市的 要我看看 柯南里的老模编剧是谁 斯里昂 擅作游男 你写这一集的时候 是什么星星 不过现在似乎是 大和乌小 屈居第一了 不知道他是杀了哪个编剧 阿帅淡淡一笑 默认了罪行 虽然没谈证据 画面回到案发前的一个午后 阿帅都在喷泉边 一边记录灵感 一边仰望着眼前的电视台 他默默下定决心 一定要在30岁前大受欢迎 忽然带来到了 柯南保持更新的一个意义 即便是一个 已经备受吐槽的动漫 凭着不断产出的故事 多年大家的光明度 会不会也可能是一个 新人战略头角的舞台 甚至是一个小编剧 度上未来的作品 看着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上了警车 柯南十分痛心 即便是实际才能写一集 也挡不住阿美的上师 还有他这个观众的肯定 懂的人会懂 优秀的作品 一定会被某些人记住 就像柯南观众 虽然频繁调侃的编剧 是无一头师徒组 但其实还是有很多资深迷 反复研磨柯南里的优秀作品 深入研究背后的编剧 就像善则野男 只写了这么一集 比较出彩的案子 但还是成功在我心中 树立一个 竟然还蛮有才的形象 这就说到这了 再见